大家好 我是千千 我們現在人在台中檀子 我們從前面的檀子火車站走路過來 不用五分鐘的時間 在左邊是檀子國中 右邊是檀陽國小 距離都是五分鐘的時間 我們有一間現在鏡頭上的這一戶 三房基上車位的滑下 要帶大家來看 這裡的生活非常的方便 像現在這一條路叫檀新路 它的早上是一個滿滿熱鬧的市集 所以你們要採買的話下來 除了我們的全家7全聯之外 樓下的早市非常的熱鬧 你要採買生活用品都有 非常的棒 非常的方便 而且重點是說 你的小孩子九年都不用再接送了 國中國小都在我們的大樓的樓下 走路就可以到了 這是一棟32年的大樓 總樓層七樓 我們位在三樓的位置 樓下是拿破裏披薩 那有管理是屬於白班的管理 一個月含車位的管理費是2000塊錢 那他們的垃圾回收也很方便 都在車道的旁邊 那我們的車道並不是坡道的 他是坐那個電梯升降的 車子要坐電梯升降到地下一樓去停車 我們電梯先出來之後 總樓層七樓 我們在三樓 一層有四戶 我們的這個大門他是朝南的方向 落地窗是朝北 玄關進來之後可以看到我們的電箱 在這邊 電線都沒有更換過 我們的室內坪數蠻大的 總建坪有34 室內的坪數就有到26坪 非常的大監 好用 而且非常的明亮 那我們的落地窗看出去 就是我們剛剛的彈心路 下面的生活採買都非常的便利 好處是 對面就有Saven了 所以要臨時採買什麼東西 都也還蠻方便的 這是客廳的目前的整個狀態 非常的非常的明亮 方正 那我們可以從廚房開始看齊 那廚房的這些廚具 他都有更換過了 包含上面的收納 廚具柜都有做了 喜特利的烘碗機 還有 喜特利的瓦斯爐跟 抽油煙機 都是喜特利的牌子 那 玻璃窗出來 就是我們的曬衣陽台 風蠻大的 所以很通風 那這是看出去的 第一個看到的是我們的 公用衛浴區 這個都有整理過了 不過整理是我們自己 之前屋主整理的 要自己本來要原本要住 那後來就媽媽就接回去 就沒有住了 這是我們的主臥房 空間也很大間 雙面開窗 所以他的空氣流通跟 採光就會非常的好 那再來就是主臥房的 衛浴間 他小了一點喔 不過基本上你要 上廁所跟基本上的盥洗都可以 衛浴也有開窗 所以主臥房的乾燥度就會比較好 那就是這個的第二個房間喔 他這原本是一個開放式的空間 不過他有做落地窗的 門窗玻璃這樣子把它做起來 就可以再變成另外一個房間 然後這是這邊看出去的一個樣態 那我們再來看第三個房間 第三個房間一樣是雙面開窗 空間也都夠放雙人床衣櫃書桌都沒有問題 那花台看出去這樣子 對 這是目前的一個現況 這是我們房間另外一個窗戶看出去 所以我們這邊就在市中心 非常的熱鬧跟方便 我們的車位的話是從第一樓的電梯出來 然後要下地下的樓梯間 大哥謝謝 謝謝 下一樓的樓梯間下來 這個就是 雖然價格便宜也有需要我們再去做調整的部分 這樣子 那下來之後就是我們的 車位了 那可以看得出來 他的 他們沒有潑到車子是坐電梯升降的 下來之後 車子開出來左轉 然後直走 就是這個位置 4號的位置 我們車子就從4號的機上車位 直接開出去 然後就坐 這個升降電梯就上到彈心路了 你說我們機 我們這一戶的機車位置是哪一個位置 這個都是我們的天然氣的錶嗎 31號 好這是我們的固定的機車位的位置 好 大哥謝謝 我們機車位停好之後 所以平常如果你們想要吃拿破裏披薩 樓下就有披薩店可以採買 蠻方便的 那就在披薩店的旁邊 我們的大門就從披薩店旁邊 進來就是我們的大樓管理室 信鄉 目前的售價是938萬 三房兩位浴 又有一個機上車位 在潭子的淡黃區市政中心 無論是火車站 潭子國中 潭陽國小 全部都是在我們走路5分鐘就可以到的地方 以交通跟教舞學的便利上算是相當的迅速 而且我們的樓下就是早市 彈心早市 所以無論你在做市場的採買 或是水果 這些都是我們日常生活所需 就在我們的樓下非常的方便 7-7全家全聯也都在樓下而已 所以 真的很方便 而且他的屋況 尤其是廚具的部分 還有衛浴間的部分 他都有在做過整理 以目前在潭子的市中心 三房兩位浴又要有車位 低於一千萬的應該就這一間 而且是他不太需要再花什麼大錢去做大整理 真的是要趕緊把握 趕快聯絡我 現在就來看